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价在岛上成交的平均房价是在70万左右 那今年到现在平均房价成交的房价是在75万左右 是有一点上升的 然后去年的同一个时期呢 销售的速度是每个房源平均在市场上大概有80天 那今年这个速度已经降到了68天 就说明房子卖得越来越快了 所以很多人真的是告诉我说利率已经还是这么高 但是房源还是很下很紧缺 然后房价也没有这个降下来 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要尽倒买房的人是越来越多吗 还是什么一个因素 确实现在是有这种现象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们华人很多人买这种entry level的比较优质的这种房源 这种房源就特别少 本来就少而且卖得很快 所以变成市场上留下的这些房源呢 都不太适合大家的胃口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岛上呢 每一年新的房建的新房的CO出的不多 大概每年只有600多个新的CO出来 而且这包括了有很多commercial啊 或者是一些multi family或者有condo 所以真正的独立的或者是单边这种一家庭都非常少 然后而且呢我们现在还会买卖房产的时候 还会遇到一些还会有标价 还会有一些小幅度的标价啊 还是遇到了好房源 还是有很多人来抢 整个一个房源的供应量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就每年基本上还是1000套左右 然后这里面来讲的话 真正能够被华人看上的一些房源 其实并不多 对 因为能够到岛上来买房的 基本上来说的话还是一个首次买房的这样的一个买价比较多 是的 对 现在我们看见就是跟之前涨利率之前也有一些变化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一些家庭 就是新结婚的可能一些年轻人 他们来到岛上来买房 他们可能觉得这岛上的价位啊 和这种生活条件的这种对比 会比跟其他的区域比来说更合适一些 对 而且我们记得在前几次的节目里面 我们也提到的就是在岛上啊 很多华人的配套的这个生活设施 比如说像超市啊 餐馆啊 可以说是开的越来越多 所以吸引的华人到岛上买房也越来越多 这是不是也是促进这个房产的价格有所上升的因素之一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有数据就是到2022年 就是华人的亚裔 亚裔的在岛上的比例 已经从这十年内 从百分之七八已经涨到了百分之十五 这是到22年的数据 然后我们也知道去年和今年 又有许多的华人搬进了岛上 而且有很多华人的商铺也开业了 开始开业 所以会造成更多的华人居住在岛上 而且华人一到岛上 肯定大部分的都是冲着买房进来的 并不是说我要租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和其他区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进岛的华人基本上就是要买房 对都是home owner 究竟在岛上 华人喜欢什么类型的一个房产 能不能介绍一下 华人当然现在进岛买房 大家都是比较偏向于买一个新的房子 或者比较新的一个房子 而且这种新房子 我们公司确实是有一些 马上要准备上市的一些listing 有一些在现在最受欢迎的10306区 我们有几套两家庭正在建设和设计 他们都是走路可以到华人超市的距离 而且他们离海伦布洛巴都很近 大家知道海伦布洛巴都有S719 可以去布鲁伦和快速公交可以进曼哈顿 这些房子估计会面积会在2000到3000尺 而且会可能是有66户型或者是65户型 就是一层 每一层是一个家庭 然后一层可能是有三房两位或者两房两位 然后加上地下室 地下室而且会有独立出口 如果是两家庭的这样一个新房 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理位置 那么现在岛上的这样一个售价 基本上是在什么样的水平 如果是独立的话 独立的两家庭基本上便宜的话 也要90多万 可能接近100万 可能100万以下一点点 但是如果装修好 位置好 比如说走路可以到华乐超市之内 都是超过100万了 100万以上 而且全新的这种66两家庭的价位 可能在140到150万这个范围 对 而且我们在10306这个区域 我们还有全新的单边一家庭 地上三层 地下室有独立出口的房子 三房三位 全新的房子 这个在国家公园附近 而且也是走路可以到New Dorf Lane 这个步行街 有很多华人的商铺 那目前来说的话 是不是已经完全建好了 可以入住了 对 基本上这个房子已经是99%建好了 还差一点点 而且现在这段时间是在等政府的检查和审批 然后这样子可以再过几个月之内 可以拿到它的financeU 然后就可以过户入住了 这个价格现在是 估计是在76万5左右 好 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房子 而且离我们的华人的超市也非常的近 是的 而且现在在10306的豪宅区 在山顶上 我们有两座在Addenborough街上的新建的5000尺左右的豪宅 他们都有四房五位 二楼会有大西洋的海景 而且有很大的terrace 它的地有差不多7000尺 每个房间他们都有自己的卫生间套房 这种房子基本上都在200万以上 我们预计这个房子的标价会在260万左右 这个区域本身来讲就是岛上的一个豪宅的聚集区 对不对 是的 这个Lighthouse Hill是一个比较很exclusive的一个区域 而且它的好处是它离278公路不是很远 而且它也开车大概到华人超市也不会超过10分钟 而且如果比较需要学区的买家 它可以考虑我们在10312的Beach Road上面有几套连排的新房子 他们的面积有15宽 中间的有19宽 长度差不多有45尺 他们的标价可能是在80万出头 他们也是三房三位地下室有独立的出口 这样这个区域呢 他们都画在IS7中学的区域 比较适合比较重视教育的一些家庭来购买 对 这个算岛上的学区房了 对 是的 所以确实来说的话 看过我们的系列的斯坦敦岛节目 真的可以看到这个房价 每年在逐步的增长 我们之前提到其实是高利率是抑制了一些需要贷款的一些买家进入这个市场 但现在我们也听说从9月份开始联储会要逐步的这个降息 那这种降息的消息对岛上的房地产或者买家来说的话 你觉得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是的 最近的新闻是说在9月18号联储会一定会降息的 而且年底可能会再降一次 然后明年可能会再降几次 这些我们都不太确定 但是如果它真的这样发生 一般来说降息会促进一些买家进入市场 而且会促进一些更多的卖家也进入市场 因为买家 我们也知道现在在市场上看的人还是很多的 但是下手的人并不是那么多 所以估计的话这个利率降下来会造成这个房贷更容易接受 给大家容易接受 而且可能会促进这些买家来终于进入市场不再观望 绝大部分的买家还是贷款买房的 而且我们华人一般做贷款都是会放最少30%当payment 一般30到40这个范围之内 虽然也有一些买家用现金去购买 一般这种买家它都是比如说投资型的 买一些投资户型的房产或者是商业房产 但是第一次买家特别是年轻的买家基本上都是有贷款 而且卖家的话他们也可能更多进入市场 因为很多卖家他们手上现在房子的利率可能只有3%或者4% 他们是不舍得抛弃这么廉价的贷款 而且去买百分之七八的房贷 那所以说贷款利率的下降对这种首次的购房者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消息 所以未来就是要看一下下半年整个岛上的房源会不会增加 然后交易量会不会增加 对然后有没有更多的建商愿意在岛上修建新的房产 因为真的岛上的一个房子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这个价格都是在增长的 我们刚才提到刚才几个的新房源 这些新房源来说的话 有豪宅区有学区房 有一家庭有两家庭 那不同的一个选择来说的话 总的对买家来说 在购买新房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我们知道新房和二手房在购买上面还是有区别的 是的 是会有一些区别 最大的区别呢 其实就是在费用上 这新房的买家他们会多付一个transfer tax 然后在一个如果买旧房的话 transfer tax是卖家来付的 但是买新房的话 买家来付这个transfer tax 这个tax是差不多1.8%左右 这个是根据房价会有一些不同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估算的话 是1.8% 对 就从买家来说的话 购买新房可能费用会稍微高一点 但很多的时候买新房 是还没有看到这个房子完全建好 很多时候只是看一个图纸 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潜在的 一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是的 因为买用看图纸买房的话 它会有很多 当时在建房的时候会有一些细节 当时你看图纸是看不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要跟建商保持一个比较密切的联系 不要说这个合同我签了我就不管了 你到时候房子盖好了再告诉我 你要基本上在每一步要跟进 然后要跟这个建商要沟通 而且有一些材料可能需要你来自己来选择 而且要negotiate这些 比如说要升级 什么卫生间 或者是厨房的一些设施 新房的时候你看图纸 每一个部位很像所有家用电器都有了 但实际上开发商是可以 比如说一些基本的配置进去 但是有一些的家用电器 是并没有一定要求开发商配置好的 是不是比如说冰箱或者抽油烟机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买家都要事先的了解清楚 是的 基本上法律要求一个开发商只需要提供炉头 所以其实他提供一个炉头 他就可以完工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般新房子一定会有吸碗机 冰箱和抽油烟机 而且抽油烟机有很多情况 如果是一个老外开发商 他可能这个抽油烟机没有说 就是抽到外面去 这个烟虫打到外面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跟他预先沟通的 而且很多老外的抽油烟机 他的可能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炒菜的使用 所以有很多客户会买好了自己的抽油烟机 然后给开发商来安装 那因为是新房 有的时候新房的完成的时间是不能确定的 所以在过户的时间方面 对买家来说 应该也是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贷款 或者你搬家的这样一个时间线 可能都有牵连 确实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过户时间不能确定 特别是在政府检查和出CEO的这个环节 基本上没有人能控制政府他们工作的速度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时间会拉长 所以做贷款的时候要非常注意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贷款做得太早了 然后批出来了 然后就等着过户 但是等得太久 你的所有的文件都过期了 然后又要重新做一次这个贷款 所以这也是刚才提到的 要跟开发商密接的联系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要看着他的进度 然后差不多就是看到他这个房子 快完工的时候 然后再开始做这个贷款 但是又不能做得太晚 太晚的话一般合同是要求你拿 拿到CEO之后三四天之内要过户的 所以如果要超过了 开发商有可能又来说过户太晚 我们需要有一些罚款这些东西 对 所以这个过户的时间线的一个把握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所有的买家基本上来讲 都会请一个经纪人帮他一起来配合 来做一些把握 对 这种配合呢 是特别重要的 必须要非常负责在这个沟通的方面 然后要不断的去跟开发商和买家那边 沟通看看他们的进度 对 那当然这个新房都是增多周少 那很多的一些买家在市场上选择的话 可能是二手房的选择面会更大一些 那么在岛上来说的话 因为岛上很多房产 这个年代也非常久了 你该也提到 华人就是买二手房 也希望买一些比较新的 状况比较好的二手房 所以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你手上有没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二手房 资源可以介绍一下 确实是的 我们在10312这个区 就是比较建议给 推荐给喜欢需要学区的买家 会有一个单边的一家庭 他的地比较大 接近4000尺 房子呢 是可以拎包入住的 三房三位 然后它是宽度是15尺 这个房子呢 它房龄比较新 是2006年的 然后19年有过重新翻新过 然后后院有游泳池 然后所有院子里面 它都有铺上papers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 对于一个需要学区的买家 是非常吸引人的 而且它的价位是开在75万 而且如果在10306 有需要进华乐超市 开车5分钟 而且交通方便 进火车站呢 我们是也有一个单边的一家庭 它的价位在60万以下 599 它也是三房两位 如果要了解更多的 二手房的一些资料的话来讲 那可以 买家可以直接和你联系 对 是的 而且二手房比较吸引人的 装修好的 可以拎包入住的 这些是非常抢手的 所以尽快一上市 基本上就要去看 然后去决定 要不要下手买这个房子 因为一般这些好房源 大概一周两周就不见了 斯丹敦岛未来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开发案 今天我们录制的这个地点 可以说就是斯丹敦岛上的 一个新的一个开发建案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楼 叫Waters Edge 它是基本上今年最新完成的 而且拿到CEO 可以入住的一个公寓楼 这个楼差不多有77个单元 它的现在要求是20% 是留给Affordable Housing 但我们说它是Affordable 但是这个Affordable的范围 也不是说大家觉得是非常便宜 它的Affordable就是 它的两房的租金 也是要2000多块以上 而且如果是这些正常价位的 这个我们所在的这个单元 这个房价是4000以上 这个单元它有非常好的景色 它有整个在这个corner 180度的海景的view 然后这个楼里面它有最新的设施 它有Rooftop的Terrace 而且楼下有自行车储藏室 而且楼下有帕车厂 帕车厂里有给充电车充电的设备 然后一楼还有lounge还有gym 而且这里到曼哈顿 估计到Downtown的话 只需要可能20多分钟左右 对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录制的在它的客厅 你看看出去这边就是曼哈顿的海湾 对不对 对面就是曼哈顿的华尔街 那实际上来说的话 住在这个地方去华尔街上班 其实是相当方便的 差不多就像你讲20多分钟 做一个免费的轮渡就可以到达了 是的 20多分钟可以做免费的轮渡 或者如果你想更快的话 这里也有快速的NYC Ferry 可以18分钟到Goldman Sachs的楼下 那它的租金的价格 应该会比岛上平均的租金价格要高一些 确实的 基本上这个楼的现在租金 一房要2700块左右 两房都是4000以上 那在岛上平均一般两房的价位 还是在2000块钱左右 但是我们可以看这几年的发展的话 前几年可能一个两房是在 1500到2000的范围 但现在基本上两房都开始突破2000的关 而且现在已经推到2500左右 这个范围 所以无论是房价和租金 在岛上都是在稳步的一个上升的过程中 对 所以确实来说的话 很多时候买房要提早 要趁早 那随之后面的下半年 如果利率快降低的情况下 是不是有些买家这个时候就要抓紧的 能够抓住机会 入场入市了 对 确实是的 有一些买家如果现在还是在观望 想等利率低一点的时候 在下手的话 他可以现在选择去预定一些新房 因为这个新房它还是有一段时间才可以过户 所以在这段时间你也把这个价钱锁定了 而且可以等利率再降低 对 所以就是现在可以着手到市场上去看房 但是可以 比如说目标是在一些新房上面 那这样给自己一定的时间 等待利率下降 等到过户 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 非常谢谢Tim 对 今天我们又做了一个新的一期 是单端岛的房产的回顾和展望 谢谢 谢谢你 谢谢